从哪里去呢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在聚集里面有个编辑 这个编辑 有没有 聚集刚刚不是执行吗 从这边聚集 然后执行 我们现在编辑 不过这个编辑实际上是 其实跟开这个Visual Basic 是一样的道理 按这里跟按这里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后面我们 下一个关卡 所以下个礼拜就要进到这边 按编辑 他就跳出这个东西了 至于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想因为这细节 其实会比较多一些些 那你会不过重点 各位有没有发现 sub and sub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重点 就是说以后你只要是一个sub 你就可以变一个按钮 按下去就可以执行你很多的动作 那也就是说你将来录日聚集 你也可以不需要说一次从头录到尾 你可以录一段 录第二段第二段 全部把它凑在一起也可以 或者分开来都没有关系 这个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弹性的 那另外的话 录下哪些东西 你会发现这一行 range 12 有没有 这个range12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那个储存格 有没有 这个储存格叫12 那点slate 意思是说游标放上去 所以 当然另外 如果你刚刚漏了这一行 比如你游标已经在12 你再点它就不会录这一行 它已经在了 所以它就不会产生这一行 那怎么办 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ok 所以以后就是聚集跟VVA两者之间 就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一个是 这ecell帮你产生的 一个是你自己写的 那可不可以改 那可以改 它写好你可以再改 那里面还有什么输入公式的话 就是active 目前活动的sale sale就储存格 那个储存格 我们刚刚不是有输入什么formula formula就公式 就后面这一串 实际上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 一个字串 就这一串 只是说这个字串 写的有点让人家看不太懂 因为它是用R1C1相对位置来写 当然它有另外一种方式不是相对位置 我比较 prefer用那种方法 这个方法不ok 至于另外一个方法怎么做 我下一次会跟各位做说明 然后向下填满就autofill 就那个selection 那个选举区被select 就被向下填满就写这样 所以有些程式如果你不会写怎么办 录下来 然后拿来参考 拿来用 可以啊 你可以再来改 就是说你慢慢慢慢增加 我们按部就班 最后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上面 再加上一些注解 什么叫注解 各位可以看云端 云端上面我这边有写好 这一段是手机号码串接 那跟那个刚刚那一段有什么不一样 我把它贴到下面 你会发现哦 第一个我把这个删掉了 第一个 哎呦 不要放在哪里 这个可以自己打 前面呢 只要加什么 单引号 就表示说后面的叙述呢 是一个注解 注解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也就是说 因为有时候你录日剧一完之后 你根本下一次再来看 我根本就完全看不懂 哇 这什么东西 对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录完之后 请你在上面加那个step 我的习惯是这样 那下一次的话 你可以哦 原来这一行哦 我以后呢 如果要自己写 我不用录 我自己写就好了 第二行 第三行 有没有 向下填满 然后清除的话 这边也有 有没有 其实也是这几个动作 只是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一个个注解 不过理论上习惯 是会这样子自己再加一下 至于注解后面打什么 这个并没有标准答案 你可以自己写给你自己看 后面甚至你要写一篇文章 也没有人反对 我之前有看有同学 很认真 写很多 因为他在上面 把注解当成做笔记的地方 你可不可以啊 再来 最后那个 字太小的话 你可以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选项要下字太小 撰写风格 可以把它稍微放大到12号 我按确定 OK 那因为今天时间有关系 那我会把那个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有留email信箱的话 那我会再把 把今天的影片寄给大家 然后另外论坛的话 因为刚好我忘了开权限 所以你现在打开的话 直接 登录Google账号 你就可以 在 如果你有需要再说到之后的影片的话 那就请自行再加入吧 OK 其他还有记得 这个网址 请各位要把它记一下 因为下一次上课 在每一次上课都会用到这个 上面尤其是讲义 跟那个云端白板 尤其重要 OK 那画面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回去 我是建议 各位可以花一点时间 最重要是多练习 其实 什么时候确定你学会 就是你要 除了要真的 会之后还要很快 又正确 才是真的学会 有些人我发现他是会 可是要想半天 那这是会吗 我觉得不觉得 因为像有工作上 最好是什么 又快又精确 OK 那就是要不断的反复练习 OK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